又自从2019年代至30秒的预告后 终于啊 《风神》三部曲的第一部定档了 就在7月20号 熟悉我的大伙伴可能知道我喜欢科幻 但我对魔幻奇幻神话类也是大爱啊 只玩玩全游哈利波特等等 那如今根据《风神》演绎为蓝本的《风神》三部曲 搬上大一幕 自然也在我的期待视线内 都说中国神话看《风神》 大伙伴印象中的《风神》是什么样子呢 是2001年陈浩铭主演的 《香港无限的风神榜》 还是2006年的《风神榜》系列 小时候的无脸真是太可爱了 再近一点 这些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 《风神榜》《哪吒重生》 《新神榜杨简》 《江子牙》等等 都是依托了《风神》的故事大背景下创作的影视作品 什么2016年的《风神传奇》 它不算因为它是科幻片 对于我来说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1990年的央视版的《风神榜》 暴露年龄啊有没有啊 那个版本的《风神榜》气氛鬼诀 画面限制及给我年幼的小星云 很大的冲击 提到这么多《风神》的改编影视作品 大家不难看出 其实不管哪个版本的《风神》 侧重点都会不一样 因为《风神》里面涉及的角色之多 时间跨度之大 随便单拎出来一个事件 都能派出一部作品 目前在市面上 围绕《哪吒江子牙》这些神仙故事展开会更多一些 而《风神》第一部预告给我的感觉 可能则更侧重于人的历史背景叙事角度 那今天这期我们就来以目前的《风神》第一部的定档预告 参照《风神》神话故事的背景、角色、事件 来看看能挖出什么好料 《风神》演绎是龙庆万里年间的一部中国神魔小说 基于的历史背景放在了至今约三千多年前的《晚上》 如果三部曲时间跨度够大 故事够丰满的话 应该会跨越商周更迭的整个时间线 商晚期昼王阴寿残暴失证 荒淫度日 天下名不聊生 至此西边的周文王姬昌和周五王姬发决定起义 伐咒面商 在商周奴隶制的时期 上至君王、下至、文武、百官或者百姓 有事没事都要算一挂 神权、正教合一即为发达 因此有着人神妖的《风神》演绎 放在这样的背景历史下展开是最完美的 原著《风神》演绎由商周王调戏女娲娘娘 苏打击进攻魅惑咒王为开端 之后江子牙辅佐周五王激发伐咒 推翻了扼商 最后以江子牙用《风神》榜代理测锋365路神仙为完结 《风神》演绎全出一共100多回 射击主要角色20到30人不等 经典事件众多 以电影《风神》三部曲想细化全部的《风神》故事显然不现实 懂得取舍社区精华和特别的角度 才能以小剑大展开整个《风神》版图 早在2014年被称为最好的盗墓题材 国产电影可能没有之一的《寻龙爵》上映前 导演沃尔扇就已经在筹划《风神》系列了 如今看来感觉画笔案和《寻龙爵》那些神妖奇幻的部分 都是在为《风神》系列积攒的经验值 这次《风神》的预告 大家看了后应该和我的感觉一样 颜色斑斓 HDR值拉满 但熟悉沃尚导演的影迷应该都知道 这就是沃尔扇导演的色调玩法 看他长年戴着红色粗红眼镜就知道了 不是 而且我们可以对比一下2019年版的第一日现导预告 同一个画面 其实这次定档预告的调色已经做过调整了 我更喜欢现在的定档预告的调色 或许说不定等上映版调色尚会更进阶 其实影片这样的清晰度带来的就是细节的放大 需要做到画面每个清楚的角落都照顾到位 那《风神》的细节如何 我们先从标题就能看出端倪 简单《风神》二字由青铜材质构成 热知是青铜原本刚开始的颜色就是黄铜色 讲话后才是青铜色 影片标题《风神》的雕刻上藏着不少玄机 首先把风神看作一个整体的话 四个角分别是东南西北四大薄猴的图腾 中间则是咒王 风刺中间的咒王部分和他的王冠的图腾 还有身上穿着的衣服是一致的 图腾左右双对称 有鼻子有眼是什么呢 没错这就是饕铁的图腾造型 有人会问为什么你不说这是麒麟皮丘呢 饕铁取自山海经 牛身虎齿 贪如恨恶 集财而不用 善夺人谷物 强者夺老弱 而且还吃人 是四大凶手之一 比喻贪婪之徒 虎齿就是饕铁的特征 这里咒王王座后面也是饕铁 有着巨大的牙齿 更严谨一些判断 根据吕氏春秋仙时的记载 周顶柱饕铁 有手无身 食人未宴 害己其身 以言报更也 翻译翻译就是周顶柱上饕铁文是 有头无身 正在吃人而没有吞下去 结果祸害危及其身 以此形象提醒人们 恶有恶报 顶是什么 商代晚期的一种常见的青铜器 上面有饕铁文 这个饕铁文就和影片中的咒王的饕铁文很相似 估计美术组也是从这些历史文物中找到的灵感 而饕铁也很符合咒王的人设性格 残暴无情 重度野心家 影片中咒王英寿 有废祥誓言 传说中咒王也是很帅的 不然打击怎么会看上呢 对吧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咒王其实并不是英寿真正作为王帝的封号 英寿他爸叫弟姨 后来他当上皇帝后叫弟姓 很合理 咒王这个称呼是后人给他起的名字 意思是残意损善 接着我们看东南西北四大伯侯 也都有属于自己的图腾 刻印在封神的阿兹上 东伯侯江藤楚 家族图腾是盘驰 盘驰是龙鼠的蛇状神怪之物 是一种五角的早期龙 北伯侯虫猴虎 家族图腾是老虎 南伯侯恶虫羽 家族图腾也很好认识大象 西伯侯几昌 又名周文王 是凤神演义中的主角之一 由李雪剑老师誓言 他们家的家族图腾是凤 以为这就解析完这标题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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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暗槽的魔鬼 仔细看封字的两边 有鸡 偶鸡 还有鸡鸡偶的阵列 这是周易卦象中的顶卦 64卦中的第50卦 顶卦顾名思义就是很顶 稳定 君子以正名宁命 神字也有卦 偶鸡偶鸡 为周易卦象中的囤卦 64卦中的第三卦 囤卦主卦是正卦 意思是春雷一生进万物 正卦代表着新生 说到这大伙伴是不是毛色盾开了 囤卦正好对应了 西伯侯祭昌的图腾 而祭昌又有雷阵子 而且最后灭了伤 而顶卦放在了北伯侯那 北伯侯在历史中是 咒王重要的语义 效忠于咒王 可能之后重卦会成为反派之一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的儿子 重印标 两人都是板上钉钉 作为影片的反派角色了 天下公主 开榜封神 好聊了这么多 终于到预告正片解析环节了 第一个画面冰雪漫天飞 一片雪花落在一具冰人尸体眼睛上 之后是一片死亡战场 旁白画完音是黄渤饰演的江子牙 给我们解释了他下凡人间的墓地 他奉原始天尊之病 特持雌宝下山 找寻天下公主 原始天尊是陈坤誓言 那江子牙这大宝贝是啥 也不需要藏着掖着了 就是封神榜 而值得注意的是 江子牙说要找寻天下公主 那说明当时江子牙还不知道 谁有能力和责任 能真正配得上封神榜 是处于一种找真命天子的状态 所以后面的预告我们也能看到 江子牙他们跑到咒王的王宫 给咒王献上了封神榜 当咒王拿着封神榜的时候 两眼放光 特别是看到封神榜有神技出现的时候 这个神技的显灵 在封神演绎原著里 封神榜是可以吸取惊魂之气的 所谓惊魂就是具有生命实体 死后的魂魄之类的 这里预告所展示的封神榜神技时刻 不知道是不是也在吸取惊魂 注意看咒王此时手上握着一把剑 剑上还有血迹 莫非他真杀了人来测试封神榜的神力吗 江子牙旁边那位靓仔就是杨简 而另一个小孩就是哪吒 哪吒就不用多介绍了 影片中有五亚凡赤眼 此时的哪吒脖子上戴的难道是龙铃 这么虐吗 没有了 应该是莲花片 而且还有三大法宝 风火轮 乾坤圈和混天灵 说明应该是复活重生的哪吒 杨简又称二郎神 脑门有慧言 是江子牙的旗下要将之一 看江子牙拿着封神榜 杨简和哪吒站在其身后 这可能是原始天尊派江子牙下山时 吩咐杨简和哪吒随行保护江子牙 从第一支预告江子牙抱着封神榜惊慌失措 周围士兵倒地 还有杨简和哪吒杂门而出 就能看出江子牙他们打错算盘 找错人表错了情 抱着封神榜仓皇而逃 我们也能看到深宫豹已经在咒王这边 所以这很有可能是深宫豹在暗中搞鬼 这里大家只要知道 深宫豹一生以江子牙是宿敌 处处和江子牙作对就行 而作为同样是修仙求道的深宫豹 在影片的目的和动机 应该就是想要夺取封神榜 影片的深宫豹由下雨誓言 预告的画面是深宫豹在咒王的宫廷中做着法术 还上演了一出名场面 看得其他人那是一愣一愣的 在众多封神演义版本中 深宫豹已经断头玩过好多回了 屡试不爽啊 一般深宫豹在表演这个断头杂技法术时 都是在和别人打赌 所以在影片中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取得咒王的信任 接着预告呈现的是大远景 展现了咒王所在的昭歌城 然后再到咒王英寿的登机大典 旁白也说道 小子英寿从无称王之心 只是国不可一日无主 这句话我们能窥探到 咒王英寿登机之前还有故事 感觉他是不得不坐上这王位的 所以或许影片还会涉及到咒王的父亲 也就是帝尔的一些剧情 以及英寿如何当上帝王 说不定里面有达基的阴谋 因为在封神演义中 达基就一直在引导咒王挑拨了一件 最后弄得商朝江山快速瓦解 登机大典画面上 左边是源泉饰演的江王后 一个悲剧的劫色 右边则是咒王和江王后的儿子英娇 之后是一头大象疑似在做鼓励 后面是万人在做着一项巨大的工程 这可能是在建造祭天台 也可能是历史中确实存在的灰弘的露台 商朝的祭天是重要的宗教仪式 特别是恐怖的人迹 也就是拿活人来祭天 以祈求上天保佑太平 而露台在历史中记载的是 咒王公园的建筑 历史七年打造完成 不管是祭天台还是露台 这些个大型工程 给百姓增加的负重瞌税 劳民伤财 后面预告画面 也有展现露台内部的构建 极尽奢华人间陷阱 咒王和达基在九折那 欢乐的泡澡澡转圈圈 根据考古遗迹发现 露台在当时可谓是地标景点了 有露台朝云之美称 赞美露台的诗词很多 比如白云银环 骑石凌云 阿罗多姿 藤曼孤域 蝶舞鸟鸣 鱼系蛙畅 台下一滩泉水 深不可测 露台楼台亭时影时现 恰似蓬莱先进 这是不是很像预告画面的露台戏了 当然因为建造露台死伤人丁无数 也让百姓怨声载道 所以露台的建造 也标志着商朝丧中的敲响 所以描黑露台的诗词也不少 比如露台高颂透云霄 断颂承堂根玉苗 勾引狐狸割夜夜 商朝以死水中飘 在凤神演义中 露台是昼王被达姬诱惑所见 预告中当昼王和达姬在洗澡澡转圈圈时 旁白是江王后说道 臣妾愿以死明治 换大王谜逸之反 江王后是昼王的正宫妻子 异国之母 民事力 体察百姓 辅佐着昼王 凤神演义中 江王后被达姬嫉妒心深恨意 江王后看着昼王日渐沉沦 成天沉迷美色 也很不是滋味 但终究斗不过达姬被打入冷宫 然后在冷宫割掉双眼 想换取昼王的回心转意 对国家的重视 结果惨死 这里如果预告剪辑前后在同一场戏的话 那江王后是直接带着匕首去露台找昼王 下一个可能就是江王后割自己双眼了 但江王后可是圆犬啊 圣公豹你不来救救你的江王后吗 我的意思是 原著中江王后被打入冷宫 见不到昼王 于是江王后为了见昼王 才割双眼表示非见不可 这里似乎江王后已经见到了昼王 所以感觉就不需要割双眼了吧 我其实只是想让圆犬多一些戏份 值得注意的是 昼王左肩膀有伤 可能是在征战时留下的 在英寿还不是昼王时 英寿是一名将军 接下来我们切换下视角 来到西伯侯祭昌这边 预告中 祭昌抱着一个绿皮肤的婴儿 是你玩犹大宝宝 小心曼达洛爸爸找上门来哦 没有了开玩笑 这也是风神演义中的著名事件 就是鸡昌收养雷震子做义子 雷震子是风神里的匠星 自然是宇宙不同 他被称为是鸡昌的第一百个儿子 风神演义中 是鸡昌避雨遇到了雷震子 当时点闪雷鸣 所以取名雷震子 预告后面 我们也能看到雷震子 长大成巨瘦的样子 还有鸡昌奕奕奕奕奕的 被围起来的画面 结合前后画面逻辑 这就是雷震子出山旧服的剧情 雷震子的形象 和风神演义的描述其实很接近了 生的面如青殿 发似朱砂 眼睛爆战 獠牙横生 长雷公嘴 背上还长着风雷双翅 接下来就是马匹军团冲出火海 大杀四方的画面 这里就要介绍一下 影片的一个重要设定 质子驴 根据风神的幕后特辑 我们可以了解到 影片新增的一个设定 就是质子驴 质子就是人质 商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会让各大伯侯和领主 把他们各自的儿子 自小就放在朝中寄养 如果哪个伯侯或领主背叛 就会杀掉背叛者的质子 而平时这些质子 当然不会只是在朝中吃吃喝喝 而是被拉去当兵 追随着鹰兽征战四方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就是洗脑这些质子 让他们和他们的爹 更效忠于商朝 这些质子就有四大伯侯的孩子 其中主角之一 就是西伯侯鸡昌的次子 鸡发 预告中有不少鸡发的镜头画面 而且风神演义中 鸡发和鸡昌一起 是讨伐昼王的 鸡发就是后来的周五王 而影片设定 鸡发从小在质子里成长 英寿是质子里的将军 所以鸡发估计 没少被洗脑吧 可能鸡发在影片中的转变 会比较大 营造一个角色 从黑暗到光明之路 大转变的戏剧冲突 影片如果设计的好一些剧情 营造激发的内心转变 还是很有看头的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组关联画面 还记得开头的雪井吗 一群士兵倒在雪地里成了冰雕 预告后面由士兵攻打城楼 骑者马的兵对着剑鱼冲向对方 仔细看可以知道 这些骑兵是英寿带领的兵种 有饕贴的图腾 而一些铠甲比较丰富的就是质子驴 和英寿一起征战炼金灭值 而下一个雪井画面很关键 是一只冰雪狐狸的灵魂 钻进苏达基的身体进行附身 这里需要稍微扩展下风神演绎解释下 苏达基是有苏式部落女 如今被称为历史最坏的女人之一 这里平反一下 达基本是一个弱女子 是有苏式部落不愿顺从商朝 于是商朝攻打有苏式部落 有苏式部落败后 献出牛皮马羊还有美女达基 而达基在进贡的过程中 被千年狐妖附身 才成了后人眼中的狐狸精 预告中我们能看到 狐妖附身达基时 周围都是冰天雪地 结合昼王军队攻打的画面 也是冰天雪地 我推测这场冰雪大战 可能是昼王亲自派兵 攻打有苏式部落的场景 有苏式被打服后 达基被迫进攻 仔细看的话 狐妖附身达基时 达基的轿子其实在翻滚 似乎遇上了暴风雪或雪崩 而达基手上还拿着一根长针 长针已经染红沾血 前面好像还雪珠标出 这会不会是达基在途中 自我了却生命 也不愿把自己进攻给咒王呢 但这时妖风四起 导致轿子被打翻 狐妖附身达基 另一个有狐妖的画面 是狐妖直接冲过去要死要阴娇 阴娇也拔出剑要刺向狐妖 旁白还配有她的呐喊 她不是人 是狐妖 说明达基已经被咒王的儿子 阴娇给识破 要知道 阴娇的母亲就是江王后 江王后的死 肯定让阴娇对达基憎恨有加 但达基势必会在虫中化险为夷 并挑拨离间 咒王和阴娇父子两的关系 阴娇在故事中 也是顾及江山社稷 也是想要有所作为的人 毕竟他心里清楚 他把咒王的王位 日后会传给他 他是太子 在风神演义中 也是达基在咒王耳边吹风 让咒王和两儿子 阴娇英红父子反目 咒王派兵追杀阴娇英红 导致两人被流放 接下来还有一个名场面 就是笔干挖心给咒王 笔干是咒王的亲叔叔 历经两朝 忠君爱国 为民请命 嗜好忠臣 所以当笔干看着英寿长大 看着英寿走上王位 看着英寿一步步野心狂妄 辜负百姓 感觉身体被掏空了 于是笔干就真的把心挖出来给咒王看 力劝咒王回头试案 否则商朝就要被颠覆了 然而始以愿为 这里笔干挖心给咒王看 肯定是想要咒王迷途之反 但是什么样笔干要用心去证明自己 这应该就和达姬有关 或许这里笔干一来想用命证明自己的忠诚 二来想用自己的心引诱达姬 让达姬献出狐妖之身 好让咒王看清达姬真面目 当然不是所有的心脏都能让达姬显出原心 仔细看画面中笔干的心发着光 这可是七窍玲珑心 一颗心脏七颗洞 能破除一切幻术 另外还有几个短暂的画面 一个是博弈考 西伯侯济昌的大儿子 看过《封城演义》我们都知道博弈考这么一跪 又是一个故事了 机伤被定义为谋反叛徒关押 博弈考为了救父 带上很多家乡的戏事珍宝 前去面见咒王 还说要以自己的命来换机伤的命 唉可怜了吧 为了保留下悬疑感 就不多剧透原著的剧情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博弈考吹笛子很厉害啊 影片说不定有一段吹笛子的戏码 还有一个画面是哪吒和杨简的飞天落地 天空打着雷吓着鱼 这可能和雷阵子有关 然后夜晚的画面 看铠甲是咒王那边的人扔下了风神榜 旁白咒王说道 阴交激发夺回风神榜 所以这人有可能是激发 因为如果是阴交 阴交就会把风神榜带回去给他罢了 但如果是激发 激发是会犹豫的 所以把风神榜扔了下去 江泽雅也跟着跳了下去 再来就是一匹马载着一个人跑到悬崖边 我觉得这个画面不是最终画面 可能后面有东西在追这个人 不然一个人去到悬崖边就很奇怪 从这人身形来看不像是矮小的江泽雅 再结合前面提到扔风神榜下水的可能是激发 那这骑马的人或许也是激发 为什么呢 激发作为日后周五王 是灭伤了关键角色 这里有可能是他叛逃 对到属于自己的心情 好 关于风神定档预告 大概就简单先聊这些 小结一下 因为电影物料还没有很多 本期视频只是想让更多人认个脸熟 认识下每个主要角色 以及他们的一些经典故事顺便在脑洞下 就目前来看 我觉得风神第一部应该不会一上来就玩神仙打架 各显神通 而是把视角重点放在讲述凡人剧情线上 所谓凡人就是宙王夺权称王 野心勃勃 昏庸残暴 西伯侯机昌如何应对和反抗 激发作为质子 决心转变 和复兴机昌一起决定推翻商朝 影片应该主线会按照宏大的商周更替作为基底 最后上演到人山妖大混战的进阶路线去进行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以哪吒养简这种恶熟能详的人 作为英雄成长路线为主要讲述对象 而是对西伯侯机昌机发 还有蒋子牙的心路历程的转变做出描写 还有就是预告给我整体的观感 是更注重现实层面商周更迭的那段历史里 人类真实欲望和野心 贪婪和残暴 正义和勇敢无畏 各种人性光明和黑暗的对撞刻画 如果是这样那就很有意思了 那这期就先这样 如果大家还对风神这样的解析感兴趣 电赞转发留言让我知道 等有了更多的风神预告和幕后资料 到时我们脑洞再开大一点 那我是大宗 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